房市焦点 329档期之后将会迈入房市的传统旺季 代销业者表示 看物人潮比去年同期多 整体市况只比去年同期稍稍好 而329档期至今累积的潜在买盘 渴望反映在第二季的成交量上 预计能够比第一季成长三到四成 每一个房间 客厅 甚至连位浴设备都是有采光的 带领客人走进预售屋内 代销业者比手画脚 仔细讲解房屋格局装潢 抓准廉价四天涌入大批的看物人潮 卯足全力就是要拼成交 329档期至今累积的潜在买盘 预计能较第一季成长四成 这个329档期来讲的话 我们附近的来人非常多 大概周来人的话 大概会有达到将近80组左右 我们整个现潮的人潮是非常爆满的 今年329北台湾推案量 预估为2225.1亿元 较去年增加了逾百亿元 以新北市推案量最高 主要看点包括板桥江翠北侧重画区 新店央北桃园A7等重画区 其中新店央北占地约3000平的指标性大案 较平日时段档期内的成交量就激增了一倍 我们这个案子的话它其实算是央北 整个央北重画区里面规模最大的个案 那这个个案的话就成交大约有15户左右 那换算来讲的话大概每五组就有一组会成交 而随着房市回春不止商用不动产市场好转 住宅建案似乎也同步的掌声响起 预售屋新城屋让利风潮不再 从今年新公开的建案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建案调涨价格的现象是相当的普遍 而且让利案几乎是完全看不到 那因为让利之后呢 造成2018年整个成交量一直晒上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建商跟屋主调涨价格的心态就变得越来越农业 到了今年第一季 这个状况就变成一个新的趋势 根据调查包括北市的新一区 新北的新店区等指标型建案 都因为卖作家销售期间调涨售价 少数的热销案甚至涨了一成 三二九档期延烧 投资型和置产型买家陆续回流 也为盘整多年的房市注入了一股新的暖流 记者孙守轩 李世修台北报道